HELLO 大家好,我們開始就是有車寶石 我們今天來跟大家講一個電視上面的一個估價 那些老師,電視上面的老師到底是怎麼購出價錢 或是網路上面有一些鑑定節目嗎 這個東西200萬,這個東西50萬 他們到底是怎麼去估價呢 那在估價之前,我還是要先跟大家講一個 不管你今天估價多厲害或是怎樣 不過,第一個最重要的我覺得還是性價名 就是說你今天買這個東西,不管是100萬好了 那你只有買10萬,那你不是賺90萬 所以說你這個性價比很專業,今天估價100萬 那你買200萬,那你不是賠100萬 所以說東西再好也不一定有用 假如東西100萬很好啊,問題是你買200萬啊 所以說我覺得性價比,永遠還在估價之前 另外你買的東西你買貴了 去估價幾乎都是,就是比較容易哭啦 那我們估價的話,我們珠寶鑽石的話 我們要怎麼去評斷一個東西的價格 第一個,乾淨度跟顏色 第二個,大小,沒了,就是這樣 如果說以大方向來講,那些老師都是往這個方向走 當然還有細節,還有很多小地方 如果我是以大方向的話,就是這三個東西 那我們的乾淨度跟顏色,當然為什麼 因為他們說乾淨的東西,他們覺得說 還有收藏價值會高一點點 那為什麼大小會排在最後面呢 那顏色也是,跟乾淨度也是差不多啦 不過為什麼大小他們,老師都會把它排在最後面呢 因為如果你今天珠寶很大一顆 那他們就是說,如果不乾淨的話 他們覺得收藏價值還是比較小一點點 不過我今天要推翻這個理論 就是說有一個基礎就是說 另當別論 就是說如果你那個東西雖然說它便宜 乾淨度跟顏色雖然說不好 不過它便宜,而且又非常巨大的話 我覺得還是非常有價值嘛 假如說今天有一個什麼 50克拉的紅寶石 哇,什麼大一顆50克拉的紅寶石 它只有賣1萬塊、2萬塊 你買不買 當然買啊,廢話 要是我閉著眼睛我就買了 對啊,所以就是說 它的性價比太高了 所以說我們大小 為什麼 雖然被那些老師排在最後面 不過如果今天它非常大顆 或者是它非常便宜到一個兔鞋的情況下 我覺得它的收藏價值還是非常高 我常做舉例嘛 今天一個Nike限量的球鞋 它假如一雙是2萬塊 今天有一個人賣你50塊你買不買 廢話當然買啊 而且你買了馬上就賺1萬9 對啊,或者是 反正意思就是這樣啊 不是說一定是這個排列 不過大部分來講 我們今天上節目 我觀察那些老師他們在股價 都是照著這個順序來 不過我剛剛說的 也是有可能 不是照這個順序來的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為止 所以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我們下面這邊就有這麼好吃 掰掰